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二十年后 那个过去是 这里总共出现三个事态 第一个broke 应该有两个 不是三个 对不起 那这个who did it 过去是 broke a window 过去是 他们没有来承认谁做的 那做的一样是过去是 who did it 那still haven't confessed 现在完成是 所以至今他们都还没有承认到底是谁打破的 ok 所以你知道吗 父亲到达现场 窗户破掉了 两个人都不承认是谁打破的 right 然后到了二十年后还是不承认 they still haven't confessed who did it 那他们所不知道的是 什么时候不知道 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成述现在的事实 they don't know 所以这里用现在事 好啦 这里是三个事态了 这里看到过去 看到现在 看到现在完成 全部放在一个故事里 但是各自都是正确的 好 所以我常在讲事态 我必须说 所以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其实有这个video的证据 就我知道是谁 只是我没有让你们知道我知道 ok you don't know that I do know ok so they don't know that I have a video from a security camera 所以他是有监视器的 那他计划呢 在 反正是孩子嘛 其中一个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孩子有几个 他只讲one of my children 所以说不定三个四个 打架的结果也不晓得 但总之 他计划在那一个 那个打破玻璃的 那个人的婚礼上 要揭晓这件事情 I am planning to reveal it in the perpetrator's wedding 所以perpetrate这个字 我们有时候可以把它讲成是 就是 打破规则犯罪之类的 你看啊 犯罪不是commit crime what commit可以用 you break the law 也没问题 可是 you can also perpetrate the law 所以perpetrate这个字 可以拿来用 所以perpetrator就是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犯罪者 我大概是可以接受的 ok 好 这第一者 这个爸爸有这么一个计谋 第二个 我觉得这故事很可爱 就读给你听吧 I told my uncle that I got him I got him a new phone for Christmas because my dead dad his brother had asked me to 先看到这里 因为斗点或是另外一个 完整句子了 所以 而且应该就那是 副词指句了 所以我们先不看副词指句 先看主句就好了 所以我告诉我的uncle 说我帮他买了一台新手机 圣诞节礼物 那透的用过去是没问题 那接下来说 我买了一台手机给你 你看到我这把d出题化 为什么 这里的d 你要是文法比较不好的话 你会说 你会以为那这里可能是 I would right 不对 这里肯定是 I had 我怎么知道的 因为下一个词是 got 如果是I would 后面一定是原型 因为注冻词后面要变原型 可是这里是had 就是完成式 过去完成式的 那个必要的结构 所以had的后面 have后面都直接PP的 所以后面用got 所以是导过来的推断 或者也甚至不用推断这件事 为什么 我跟我的uncle说 我买了一台手机给他 那手机 买手机的时间 是跟我uncle讲话的时间 比起来的话是先买手机 OK 所以我刚刚说 我已经替你买了 圣诞节礼物是手机 已经买了 对不对 那我上礼拜跟你讲这件事 所以我的时间点是现在 上礼拜跟你说 什么时候买更早以前 好这讲了好多次了 so I told my uncle that I had got him a new phone 好没问题 那为什么买 因为我的过世掉的父亲 要我买的 所以uncle可能说 不用啦 我用这台就好了 哦不对 是你哥哥 OK 是你哥哥要我买的 好了好了好了 而且哥哥都已经走了 right so because my dad my dead dad his brother had asked me to 那你看这里 had asked也是正确的文法 right 因为是更值钱吧 总不可能 总不可能 先买手机 然后后来你死掉的父亲才告诉你 买一台手机给我弟哦 这时间就不对了嘛 对不对 好 so he's not the dead brother I had asked me to buy him buy his brother younger brother or older brother I don't know a new phone 好 但是他要坦诚了 but it was because because what I was fed up with providing IT support for Samsung that stopped updating in 2017 OK 所以其实是因为 我受够了 so be fed up with 那 其实他是一个主动的动词 feed的是主动的动词 就是喂 喂食的喂 那我一直被问 我的手机怎样 我的手机怎样 好 我帮你修 帮你看这样 所以你对这个东西已经是 像是被喂饱了一样 OK 像我们 我们有时候中文或者闽南语会这样讲 我帮你追这件事我就饱了 我帮你怎样怎样 我就饱了 这样子我就饱了 so because I was fed up with 饱了 对什么是饱了呢 providing IT support 所以这个IT support是蛮想看到一个词 IT是什么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所以这个 常常要帮他的这个叔叔 来去修理他的手机 所以他就干脆把它说成是IT support 那他的叔叔用的是一台2017年的Samsung 那我们都知道手机几年一定要换 17年已经5年了 如果看现在2023的话都已经6年了 所以而且他已经停止更新了 for Samsung that stopped updating in 2017 所以给他一台新手机 好了很好了很棒 来下一个 I have developed a thing for gate crashing luxury hotel spas 我想先一句句看就好了 所以他发展出了 I have developed a thing a thing for something 所以算是一个蛮常见到的 一个collocation 就你对一个东西培养出了一个兴趣 嗜好 或者想要喜欢做的事 或者说反正你对一件事情 喜欢是I have a thing for OK所以这里写一下的话 例如说 I have a thing for 就你对什么事情是喜欢的 OK I have a thing for这样子 所以发展出一个thing for gate crashing 那这什么概念 好 如果你去crash一个东西的话 用在这种情境里 就是你没有被邀请 你其实是不应该在那里的 那我用另外两个不同的情境 或者常见的一个情况讲给你听 If you crash a wedding 就表示这个wedding你没有被邀请 可是你就是去了 OK 所以我们称之东西叫wedding crasher 所以你可能去在那边吃人家的那个 在台湾有没有这种人 就去吃人家一个喜宴 台湾可能做不到 因为每个座位都是有 等一下有没有办法 应该有办法 因为每个座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对不对 那在国外可能没有那么讲究 所以你真的可能去一个wedding 然后吃一吃东西就走了这样子 所以这样叫做wedding crash crash wedding 那还有就是party 那你知道这边有一个公司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那要是他们门口管控不严的话 你就进去然后就喝人家的酒 open bar或什么的 跳舞跳整晚然后离开 你根本不是公司的人 So you can crash a party OK You can crash a party So when you crash a party You go in there uninvited OK You are not on a guest list But you go in there anyway And you have a good time That's party crash OK 所以他在做的事情就是gate crash gate crash what Luxury hotel spas 所以他就去跑到人家的 spa里面去 而且是高档的hotel 然后他就去那边 然后就说我是谁谁 So I walk in confidently 很有自信的走进去 Sign in as Mr. M. Smith from room 206 所以他就总是编一个 我是2.6号房的史密斯先生 OK 那collect free towel 然后就拿了免费毛巾 And luxuriate 这是个动词 所以他这个and的平行的部分 是collect跟luxuriate 那什么是luxuriate 这个动词的意思呢 就是You enjoy something as a luxury You take self-indulgent and delight in it 所以就是你在那边就奢华的享受了 这样子 好 所以拿了免费毛巾 然后就进去享受了 这样子 OK So I do this in the best hotels in the country 所以他总之就是在 他所在的国家里面最棒的旅馆 他就是进去饭店进去 然后他就是直接冲进去签名 然后就免费毛巾进去爽 然后还没有被抓到过 I have yet to be caught 那这个东西感觉是超爽的 爽到我觉得 他觉得他自己是有问题的 So the buzz is so good 这个buzz是什么理解 buzz一般是声状词 就是 咫咫咫的声音 叫做buzz这样子 像我甚至可以说 你知道 有的建筑物 它可能有一个security 你不能轻易把门拉开 可是里面可能有一个管理员 然后他可以帮你把那个门 当一下电开 有没有 那我们就叫这个 Can you buzz the door open for me Buzz it for me OK 所以这个buzz就是这样子 那他用在一些其他的前进里面 像我们说 你抽一个什么特殊的烟 或者抽不合法的东西 You get a buzz 所以这个You get a buzz 就是一种突然的一种爽感 这样子 就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buzz 这样 好 所以还没有被抓过 And the buzz is so good 然后他说 I'm worried I have a problem 所以到底I have a problem 是什么意思 是我有毛病 OK 我有病 所以他认为他自己其实是有病的 怎么会去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像我们知道有一个 你有看那个stranger things的话 怪奇物语 怪奇物语里面演妈妈的那个人 我没有要剧透 但是你查一下你也知道 他叫Winona Ryder 有点不太记得他名字怎么念 应该是Winona 没有错 那他演这个妈妈 这个角色 是现在他已经中年了 可是他在 他跟我年纪差不多 应该 所以在我年轻的时候 他是青春育女的一个女明星 然后他的事业就突然间整个烂掉 为什么整个烂掉 因为他偷东西 他有偷窃屁 所以他会去 就店里面顺手牵羊 而且他绝对买得起 他是女明星 而且他当时算是当红的女明星 又年轻 所以他不缺钱的 这些钱都要买得起 可是他就是会忍不住 She had an impulse to steal 所以就冲动去偷东西 然后就被抓到 我对他最后的印象 在看怪奇物语之前的最后残留的印象 就是在报纸上看到 因为他们好像在报纸上有 我不知道法庭竟然能够拍照 那个时候是不是有相关的法庭 是没有规定说不能拍 可是我看到就是他的一张照片 有个律师在前面 然后他就在后面背景 然后他嘴巴 他的表情就是 因为他被判刑了 OK 所以他偷偷被抓到被判刑 你可以想象他就毁了 所以这个女明星在怪奇物语前 以及就是我亲生岁月后 这么长一段时间就不见了 或许他有在拍些什么 只是我不知道 但只到在stranger things里面才有看到他 为什么讲这个 Well she got she would get a buzz from stealing That's all I'm trying to say OK 所以他去偷东西 也就是为了得到一个buzz OK And did she have a problem? Yes She had a problem 她有毛病 她有毛病 她有这个偷窃 忍不住要偷东西的毛病 所以回到我今天的标题 当你有问题要问人家的时候 You never say I have a problem I have a question OK Could you answer a question for me? OK 好 那 那反过来说也一样 我记得这蔡康有分享过 我以前看电视看到过 教授问他一个问题 他没听清楚 因为他只有留学他 然后他就反问教授 对不起 你刚刚问题是什么 我没听清楚 那他那时候英文不好 他就问说 Excuse me What's your problem? OK What was your problem? No What was your question? 才是正确的问法 What was your problem? 你的毛病是什么 所以不能这样子问 OK 好 希望这个东西是 我有讲清楚了 好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里就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